欢迎继续收听斗阔苍穹第二百零七回 上一回我们说到海波东和马袍老者打完了 马袍老者把视线投向了园林之外的硝烟一行人生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惊动了不少的人 马袍老人的目光在众人中扫了扫 最后正停在那正躲躲闪闪的小公主的身上 不由得一愣 玄机无奈的摇摇头 这个时候 米特尔滕山与纳兰杰都是赶忙行礼 哈哈家老啊 几年不见越发是老当义壮啊 马袍老人笑着点点头 哈哈没想到把你们两个也惊动过来了 真是抱歉了 人老了也越来越任性了 哈哈家老说笑了 被称为家老的马袍老者 目光在他们身上扫过 最后停在了硝烟的身上 浑浊的目光在他的背后的双翼上扫过 顿时一愣 哎 这是 飞行斗技 这个小家伙是 小子言笑 见过家老 微微的弯身 硝烟 攻身行礼 哈哈 真是不错呀 如此的年纪 竟然拥有这般罕见的斗技 小家伙看来挺不简单啊 白光一闪 海伯东出现在硝烟面前 冲着他笑着 哈哈 你也跑过来了 硝烟翻了翻白眼 您失踪两天了 我还以为你跑路了呢 嘿嘿 怎么可能啊 我是被这个老妖怪撞见了 担心我搞出什么破坏帝国安定的事 然后便是被拉扯的教育了一番 听着他的话 家老只能无奈的摇头 嘿嘿 你这个老家伙 冰老头 这个小朋友 是你的弟子 似乎天赋不错呀 那个家老老辣的目光 看着硝烟 瞧着两个人之间说话的那股子语气 家老笑着问 文言不仅木战等人瞬间竖起了耳朵 就连纳兰杰也是把目光投了过来 他同样十分想知道 硝烟和这个曾经的冰黄究竟是什么关系 听着家老的话 海伯东一愣 旋即大笑着拍着硝烟的肩膀 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得所有人 包括那个家老都满脸的错愕 啊 我的 我的弟子 我倒是想啊 可惜 却根本没那个资格哟 啊 没资格 家老温和苍老的脸庞上顿时浮现些许恶然 旋即把那奇异的目光投向了硝烟 以海伯东斗黄级别的实力 竟然说没有资格做这个小家伙的老师 他有这么大的潜力吗 夜空之中 纳兰燕燃等人皆是有些无语的望着大笑海伯东 在略微震惊了一会儿后 他们便是把这话当成了是海伯东的玩笑话了 在这加玛帝国中 一个窦黄强者若是放出消息要收人做弟子 那不知道啊 有多少个杰出之辈会争先恐后的涌过来 把脑袋都挤破了 能够成为窦黄强者的弟子 那基本上便是象征着你已经具备了强者的通行证了 萧炎摇了摇头 还老说笑呢 家老别在意 只是小子早有老师 所以自然不可能转头他处了 一旁的海伯东不置可否 当初即使是在恢复窦黄实力之前 萧炎却依然给他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而且后来 在他与那两位神秘的窦黄强者战斗时 施展出来那恐怖级别的佛怒火莲 更是让得海伯东对他产生了极深的忌惮 虽然如今的萧炎 似乎因为施展佛怒火莲的缘故实力大将 不过在海伯东的心里 萧炎呢 几乎已经是与他平等级 甚至超过他的强者了 所以当他听得家老说萧炎是他的弟子时 方才忍不住这般的失效 文言 家老微微笑了笑 目光不着痕迹的扫过海伯东的表情 心中却是越发感到惊异起来了 以他对海伯东以前的认识 自然是知道 这个兵老头脾气啊 很少会开玩笑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心中轻轻呢喃了一声 家老忍不住问道 言消消有啊 不知道家事名讳可否告知啊 或许说不定老夫我还认识呢 抱歉家老 出来之前呢 我的老师说不方便透露他的名讳 他呢为人挺低调的 一直生活在深山里 想必家老也没有听过 哦 哈哈哈哈 不碍事的 很多隐世之人呢 就是有些与众不同的脾性 我也见过一些隐居的强者 知道他们那副淡薄的性子 家老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对消炎的话 却是依然有着几分怀疑 连海伯东都说出这番话来 那可是连家老本人都没有曾受过的待遇啊 因此想必严肃的老师应该是比海伯东甚至自己更加强横的人了 不过虽然加玛帝国地域辽阔 无数的深山中隐居着个别强者 倒也不算是太过稀奇的事 可是身为帝国皇室的守护者 借着帝国的力量 家老对隐居在加玛帝国的一些隐世强者 倒还能模糊的知道一些 然而却还是真的没听过哪个地方隐藏着符合他想象中的那种传说级别的强者 身体悬浮在空中 纳兰杰与米特尔滕山悄悄对视了一眼 他们自然能够察觉到 海伯东的话 不是开玩笑 那么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这个严肖背后的老师实力 则是有些强悍的恐怖了 哎呀妈呀 还好跟他不是敌人哪 两个人对视 皆是从对方的眼中 敲出了一抹有些庆幸的情绪 身为各自家族的掌管者 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种级别的强者拥有着什么恐怖的力量 海伯东抬头望了一眼 逐渐下移的音乐 打了个哈气 哼 好了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都各自回去吧 家老爷点点头 哈哈 严肖小友明天 应该也去参加炼药师大会吧 嗯 严肖笑着点头 家老的名头 他已经从海伯东的嘴里听到很多次了 甚至当初在严城之外 与那两大神秘斗皇强者对峙 也是从他们两个人那里听到了老妖怪 这个称谓 他是这个加玛帝国中明面上唯一能够和美渡沙女王抗衡的强者了 因此 现在没有要老护身的消炎对他也是极为忌惮的 说话间呢 就颇为的客气 谨慎 消炎想起了美渡沙女王 手掌便是不由自主的摸了摸那盘在袖子里安静沉睡的七彩吞天马 还好这个小家伙天生殿懂得完美的收敛气息 不然的话 定然是不可能不被这个老妖怪以及海伯东这种强者发现的 哎 这个小家伙 也是颗不安稳的炸弹哪 消炎在心中苦笑着 他一想起美渡沙女王那冷艳的模样 那便是心有余悸 这个女人呢 虽然妖艳的让人心碎 可是杀起人类却是跟杀鸡一样的利落 简单 消炎相信 如果这一次没有答应美渡沙女王夺取那所谓的熔灵丹的药方 恐怕下一次他醒过来绝对会取自己的小命 没有老师在 还真是处处受制啊 看来 得赶紧把纳兰家的七换清灵贤给弄到手了 不然的话 这小命捏在别人手里 真是不好受啊 苦笑的摇摇头 在失去了药老之后 消炎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处境竟是这么危险 哈哈哈哈 那个东西啊 是年轻人比赛的舞台 明天我恐怕也会去瞧瞧的 也好见见连海老头都赞不绝口的人 究竟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哈哈哈哈 家老笑了笑 然后便目光投向了巨树之顶 淡淡的说道 小月啊 都这么晚了 还在外边瞎混 还不跟我回去 啊 听着家老的话 一向显得精灵古怪的小公主 无奈的应了一声 然后乖乖的上前了一步 家老手一招 一股犀利 便是把他扯到了身边 然后悬浮不动了 一手提着小公主 家老对着纳兰燕燃 以及柳玲笑了笑 燕燃之女 柳玲小子 看见你们老师的时候 替我老夫问个好 说着他把目光投向了一点敬畏的木栈 这是木家的小伙子吗 又回来了吗 这次可得给我安生点了 不然的话你又得被撵出去 知道吗 是 文言木栈把脑袋点了呀 跟那小筋儿啄米似的 在这个即使是牧尘 见了也要恭敬行礼的老妖怪的面前 他那点嚣张的气势啊 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瞧得准备散火了 萧燃也是抬起头来 对着纳兰杰两个人笑着抱抱拳 然后对着海伯东说道 回去了吧 嗯 走吧 海伯东懒散的点点头 只是对着家老打了声招呼 至于纳兰杰两人 则是被他给无视了过去 然后 寒冰双翼逐渐的浮现 双翼一震 便是带起了一股寒风 消失在半空中了 对着家老笑了笑 萧燃背后双翼震动 化作一道流光跟上了上边的海伯东 家老到辞了 见到萧燃两个人离开了 家老也不再停留 他一手提着小公主 背后淡黄色的斗气之意一扇 身体就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了 留下淡淡的笑声盘旋在半空 各位都散了吧 哈哈哈哈 夜空之中 两道流光飞速的闪射 紧紧的跟在海伯东身后 萧燃忽然皱眉问道 我说 你没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吧 没有 我知道 你得隐藏身份吗 关于你的事 我是连半点都没和那个老妖怪提 你不用担心了 尽量保密吧 云兰宗能够屹立在加玛帝国这么多年 与皇室的关系想必也不会差 不得不小心啊 是啊 哎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 心尖悄悄的跳了跳 消炎面不改色 微微点点头 哎 那个东西啊 实在太恐怖了 后遗症太强了 不过想必也快了 只要把那七幻清灵弦弄到手 应该就能恢复了 你看你 我当时就说过 让你别冲动别冲动的 你偏搞什么一伙融合 得了吧 那个老妖怪如今的实力 越加高深了 先前与他交手 我完全处于下风 想必现在的他呀 应该处于窦皇八星 甚至九星的地步了 如果他再有点机缘的话 说不定 他奶奶的 能够突破屏障 成为斗宗强者呢 啊 这么强 虽然心中早有预料 可是听到海伯东的确认 消炎依然是不免惊了一下 是啊 因为我与米特尔家族的缘故 那个老家伙 对我一直有些借心 生怕我会借势 掀了他的加码皇室 昨天不小心被他发现了行迹 口头上是说与我切磋 可是真把我当傻子呀 哼 摆明了是给我下马威的 这个老不死的 消炎眉头微皱 那他不会妨碍到我们的事吧 这倒不会 你没看出来吗 那个家伙呀 对你也开始有所忌惮了 呃 或者说是对你 背后那根本不存在的老师 感到忌惮 只要你的谎言没被拆穿呢 他就始终不敢怎么对你的 所以啊 你要赶快恢复实力呀 只要你的实力一恢复 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 那个老妖怪了 哦 我尽力吧 不过 他若实在是逼人太甚 那就算拼着继续重伤 我也会在帝都丢一个大号的佛怒火莲下来 哼 啊 我靠 你这个疯子 文言海伯东嘴巴微张 半赏后 方才兴兴的憋出一句话来 然后便是不敢再吱声呢 见到海伯东安静下来 消炎呢 微微笑了笑 他扭了扭脖子 在心中低声难难的说着 明天就是炼药师大会了 还是先把那容灵丹的药方弄到手吧 在上云兰宗之前 至少 要先把美渡沙女王这个女煞星 给安稳下来呀 第二天 蔚蓝的天空 万里无云 阳光温暖 不显炙热 偶尔清风拂过 带走城市中的喧哗 让人不仅有点神清气爽的感觉 今天 是加玛帝国的一大盛事 每八年一届的炼药师大会 将会在今天 拉开帷幕 自打第一抹阳光突破大地的束缚 照射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上 安静的街道上 便是出现了三三两两身着炼药师长袍的人 这些身份高贵的职业 平常是很难瞧见的 因为啊 他们的强大 以及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所以炼药师在常人的心中 显然是有些神秘与敬畏的 而今天 这些地位高贵的炼药师 却犹如是蚂蚁出动一般 从帝都的各自的歇踏处 接连不断的蜂拥而出 虽然他们行走的路线不同 可是他们的终点 却都是矗立在城市之中的 古朴的炼药师工会 今天的加码圣城中的所有的商铺 开门都是比平常更早 无数的人从暖和的被窝爬起来 然后站在大门口 望着那些匆匆忙忙 走在街道上的大群的炼药师 目光中充斥着火热与敬畏 这几天的炼药师大会 将会是加码圣城一年之中 最热闹和火爆的时候了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炼药师们 今天却是铺天盖地的 以军团的规模出现 这种壮观的情景 也只有八年一回的炼药师大会 方才有幸瞧见了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萧炎呢 也是同样早早的就起了床 盘坐在床榻上安静的 调息了一个小时 带着自己的身体达到巅峰后 方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懒散地扭了扭身子 听着体内响起了霹雳啪啦的声音 萧炎微微笑了笑 他走下床 走出了客厅 一眼就是瞧见了那站在窗户边上的海波东 起来了 咱们走吧 朋友们 萧炎能够在炼药师大会上取得什么样的名次呢 欲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豆婆苍穹 第二百零八回 欢迎加入小张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声词一起聊豆粕 三群 Canon 三群 四群